跟進下浙江溫州列車追藏的事故 國務院的事故調查組在溫州展開調查 向各個相關的人員運話 而列車的殘骸已經移送到溫州西站檢查 當局又公布死者賠償方案 由陳嘉欣在溫州報道 事發之後幾天出事的和諧號列車 還有三卡的車廂殘骸留在橋底 其中一個車廂搬上貨車預備運走 現場消息指這個車廂是屬於 由後面撞上前面列車的D301號動車 看到車廂頭尾都損位嚴重 而根據內地傳媒報道 被撞的D3115次列車司機 正接受國務院調查組的調查 整個清理行動歷時超過十多小時 動員百多人去進行 這些車會運走再作調查 在中午一班死者家屬也到場 要求停止運走列車 讓他們找回死者的殘肢 你說呢? 作為你的親人你怎麼感想? 就一個妹妹 二十多名死難者的家屬 下午就到殯儀館辦理手續 有死難者家屬透露 當局曾經承諾每個死者 有五十萬人民幣的賠償 現在就說是十七萬二千元 覺得不合理 什麼鐵道法 每個家屬給十五萬的賠償 再加上兩萬塊錢的保險會 在行在車票裡面的 再加上兩千塊錢的行李丟失會 加起來十七萬二 媽媽覺得合不合理? 你覺得合理嗎? 我們已經恍惚地問 我們現在關心不是賠償 他們不排除再有行動 要求鐵道部清楚交代事故原因 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在溫州報導